扎道上两辆大型吊车正在苦恼如何完成吊挂任务 因为要处理的目标实在不是一般的重 而是一台翻落扎道边坡下10米深 车头直坠地的货汇车 货汇车四角朝天 前方车头则是扭曲变形惨不忍睹 不然推测翻落当下应该是车头先着地 再来整辆车身 警方呼报赶到现场 也以为驾驶恐怕凶多吉少 没想到却是看到驾驶 从驾驶舱里慢慢爬出来求救 让警方是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人送医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那个货货车当时状况是怎么样 应该是载太重吧 然后转弯太快吧 今晨七点桃园平正 过到一号北上 看台66线交汇 一处扎道的下方 这辆货车在下扎道时 疑似因为失控 先是冲到户篮旁的边坡 接着整辆车子翻落十公尺深的下方 初心遭压毁的车头 只是压在副驾驶座 才让货柜车驾驶逃过一劫 详细造势原因 还有待后续厘清 这里有志向严禁语 他会报道